我刚才到火车站以后直接先买了一套 其实这个火车站它是1910年开始动工 1916年就开始运行的一个超过100年历史的火车站 刚才那个上车的刚才刚要上车 有个警察告诉我现在火车上面没有吃的 就是没有摊车应该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然后他告诉我让我回来 让我去买点东西买点喝的买点吃的再回去 所以我又回来了 然后准备再买点吃的刚买完水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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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 water Do you want to? I have water Thank you 60? 60? 60? 60 60 60 Thank you 买了一份鸡蛋一份饭一瓶水一瓶什么茶我也不知道 好 应该够了 这儿这个警察他在告过 好 thank you 好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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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帮我拿行李 有来他们不差跳的 我的座位是22 哇 哇 凅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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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就是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刚才广播出了6点 然后突然放了一首歌 应该是他们的国歌吧 因为我看见这个乘务员 他就把帽子塞下来 就在那站着 然后刚过去这两个乘客也是 过来他一听到这首歌 他们都就停在那了 等歌结束他再走过去吧 这个火车呢 就是我今天要做的去清迈的火车 叫9 Special Express 应该是9号快车的意思吧 这个车次的名字 然后我是6号车厢 好 现在就上车 跟我一起去看一下吧 Thank you 上车以后 这个第一个门 就是 很几人的手间 我觉得这个是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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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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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哎 没离开了 看这里的座位 车厢里面特别的凉爽 然后空气也特别清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坐车的人少 然后现在这个车厢里乘客特别的少 我就随便这么扫了一点 大概加上我应该就四到五个人吧 车呢非常的准时 今天这个火车它就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就是因为它是晚上 所以可能就看不到什么风景了 这个比较遗憾 谢谢 还真发了一瓶水 然后刚才那个穿这个黄色制服的 它是过来捡票 这个票 旁边可以捡一下 应该算就捡票了吧 然后这一个车厢呢 一共我看我数了一下 一共有九排这样的座位 一排呢是可以坐四个人 所以一个车厢坐满应该是三十六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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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 对 contractors 应该看一下 看着还不错吧 我现在去试一下 我躺平以后呢 我的头跟我的脚呢 正好是顶在这个板上 我的个儿不到1米8 是1米78 我猜啊 我觉得如果身高超过1米8的话 躺在这个卧铺上呢 会稍稍感觉会不舒服吧 薄的毯机 应该够用 点东西吧 这个是我刚才在部队买的这个移动房 我期待 还有一部水跟黑色的饮料 这两瓶我记得是35 这两瓶的鸡蛋是20 然后各种饭是40 60总是5 如果夹起来就知道我能够2块钱 在车上的电源是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太阔了 该摔下睡觉了 现在快9点了 OK晚安 我们明天清迈见 早上好 早上好 现在7点5分 应该差不多在过个10分钟 应该就到清迈了 然后刚才冲员过来把所有都整理成了原来的样子 中文字幕提供 我到这了 到清迈了 我说很准时啊 出站的时候还要填一个入境清迈的一个健康表格之类的东西 填完以后他会发送一个信息给你 我估计是用那个信息通过的一个这个出站口 所以呢手机一定要有流量 然后得有电话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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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要测试温度 通过就特地解放了 从火车出来以后呢 就能碰到好多拉克的 然后我刚才他总是过来问 我就告诉他这个酒店的地址 然后他说150泰铢 这个从那个GRAB的那个APP 打车的话只要80泰铢 反正这个人家火车肯定都是要加倍的吧 也不好混饭吃了 我跟他说 他问我那你出多少钱 我说就80泰铢 他说100泰铢 我说就80泰铢 他说好吧 他说不错 然后我试试 他说到他去看一看 这个吗 你现在去吧 我现在去吧 你不要再来 你不要再来 你再来 再来 再来 OK OK 哎 出发了 现在在车站 载客呢 也不是很容易了 因为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啊 现在客人变得越来越精明了 去哪里多少钱 就该多少钱 本身就应该这样 刚才 刚才上车的时候 他就说好说是我一个人 结果又坐了一个人 他就被一较远远远远获 谢谢兄弟 好玩 谢谢 非常有趣 你也挺 谢谢 谢谢 好 我现在正在去往摩托车店取车的路上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青麦古城里面 后边这台蓝色的就是我拿到的车子